暖暖的幸福剧组 做客据说很好看 霸道奶奶 戏外记忆力 秒杀小年轻 四个月里躁动青春 忙怀一家人 这教练了 大脑喜欢我 我喜欢他 金元喜欢他 其实我一直是喜欢好恐秀的 我选择孤独老 隐婚夫妻遭遇危机 能否终成眷属 我是被摁倒的 一直在关注他 更多精彩 近在本期据说很好看 据说很好看 好据大家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 据说很好看 我是主持人季欣 本欄目是由 雕牌洗劫金 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 一对被迫隐婚的半路夫妻 四个性格迥异的非亲姐弟 加上一个患上了失忆症的 霸道奶奶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那么这些不同的人 组合在一起 这分分合合 侃侃可可 最终能否成为幸福的一家人呢 今天带您一起走进电视剧 暖暖的幸福 我叫金曼堂 是一名裁缝 我女婿是倒插门 她们也习惯过我叫奶奶了 咱们对奶奶做的决定 那就是服从 现在万语走了 你们俩就从今组建一个家庭 我 我们俩 就因为老太的一句话 你就把这个农村保姆取回家了 我们俩干什么呀 我误会了 医学上叫做选择性实义 通常这种情况都是患者 潜意识里最想忘记的那部分 金宝落把了 金宝 患者的后脑受到了严重的撞击 这事都怪我 我爸为了拿钱做手术 把老祖祖 不觉得他那个女老板 对他有点太好了吗 你怎么这么热呀 热呀 我脱衣服 你玩动了没有 天心跟我离 咱俩现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以后别来这儿 干什么 你心不能动他们 你别别 你再动 我要把你给你玩什么呀 天哪爱来用我顶着 今天呢 在我们据说很好看的现场 请到的是电视剧 暖暖的幸福剧组 我们先请各位大家熟悉的演员 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我们先从图老师开始 大家好 我是图松岩 在暖暖的幸福当中 饰演一个百年旗袍店的老板 叫金满堂 我爸爸当主告诉我 想欺负我金满堂呢 你 大家好 我是黄曼 在剧中我演慧玲金满堂的 德里助手 叫身兼树职 人是会变的 但是本质不会变 李金树是好人 她这种人 怎么可能去骗人呢 一定是被别人骗的 我是演员赵淑珍 在剧里扮演美奶奶 这个奶奶把时尔清醒 时尔弧度 所以给她们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在重要的场合 穿的全都是旗袍 雍容华贵 端庄大方 充分体现了东方女性的古典美 我倒是滑 大家好 我是演员徐生东 我在暖暖的幸福当中 饰演郝锦秀 是一个非常坚强 善良的来自农村的 女汉子学霸 妈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收到 金大录取通知书了 真的 妈 老大中转了 是咱们县的高口状元 大家好 我是郑嘉伦 然后在这个戏里面 我演的角色叫丁一丁 就是我跟他们 都不是一家人 虽然不是一家人吧 但是我跟他们之间 发生了好多事 你这人是不是缺心眼啊 你的钱双眼皮啊 我给你五块钱也很给面子 你能不能别那么得酸进尺啊 休 想打人啊 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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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咱们这部戏的观念词 这里边有引婚 有半路夫妻 重组家庭 还有失忆症 还有非亲姐妹 这么一个家庭 这暖暖的幸福 它能那么容易就来吗 就像你说的 虽然说我们的片名叫 暖暖的幸福 但是这份幸福真的来之不易 因为一家子人 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我们这一辈的 有年轻这一辈的 还有奶奶这一辈的 纠结在其中 最关键奶奶还得了一种 选择性失忆症 就是我想望什么 我就想望什么 我想记起来什么时候 我就记起来什么 这给我们造成了 极大的困惑 没小姐不爱了 没小姐真漂亮 像没小姐 真漂亮 真漂亮 下次网络 还没说那个 鲎琴准备呢 鲎琴老师准备 一大大 二大大 三大大 四大大 五 五大大 六大大 耶 奶奶 九一白骨爪 看 爪 怎么才让我抓着呢 你误会了 你误会 赶快收拾收拾走 滚 我说什么时候 你们走了 我也是把你们当自己家人嘛 昨天晚上 有什么事了 昨天 你不能走 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这哪像是保姆啊 这气势赶上后宫娘娘的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批你孩子走 你桂林阿姨哪儿去了 您把桂林阿姨赶走了 她说我干闺女 怎么可能啊 你赶快给你桂林阿姨打电话 让她赶快回来 跟我做饭 要不我就饿死了 你给你小白爷爷打电话 让他马上给我找个律师 我要立遗嘱 立遗嘱 你分遗嘱 把遗嘱立了 立遗嘱 这个梅小姐 赵老师 可真是够作的呀 跟您一比 我们现在小姑娘 这是哪叫作呀 这梅小姐 就戏里这么可爱呢 这个梅奶奶 大家 反正为了哄我 为了骗我吧 让我开心吧 管我叫梅小姐 由于这个实习症吧 说是 湿尔弧度 湿尔清醒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也该怎么办 妈她走了吧 麻烦了 第二天又好了 说你别走啊 你走了我咋办呢 又发门 发门 卖门开始 所以这个人物吧 我也觉得不太好掌握 过了吧 花了不少对吧 让人讨厌 不够吧 反正这个人物又出不来 所以您刚才流的这些眼泪 就真的是满满的感动 而且被自己也给逗的 我怎么演了这么做的一个老太子 然后这里面我刚才讲到 还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隐婚 我在想啊 这都什么岁数了 还要隐婚 隐婚这事 是不是跟黄曼这个角色有关系 其实你刚才也看见了 真的不是说我们要隐婚的 是她真的忘却了 我们两个人结婚 去拿结婚证 也是老太太逼着去拿结婚证的 其实她媳妇我也见过 我是早早地就来她们家做保姆了 就是一到城里来打工 第一个入户的就是她们家 就一直是保姆的身份 然后姐姐去世了 她就觉得我挺好 也不张扬啊 也挺乖巧的 然后就把我许给了她 说同不同意 说你不同意也都同意 因为她在我家十多年了 她的为人 她对我的孙子孙女什么的 这个感情我都看在眼里 所以必须你们俩组成 这是我的决定 但是这个奶奶动不动 老要遗嘱我看 就怎么想到这个事了呢 因为我现在没有清醒过来之前 我还以为我的女儿就在美国 你是我的女婿 你平时就是背叛我的女儿 就其实内心不愿意承认 女儿已经去世的这个事实 就想起来就立一下是吧 对 然后我发现你每次 这个立遗嘱的时候 这时候跟小郑有关 你就得把你爷爷叫上是吧 对 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俩青梅竹马 就是我爷爷跟奶奶 然后又是老邻居 所以奶奶最信任的人呢 最信任的人就是我爷爷 就她演的那种感觉 跟她生活状态会特像 就这种挺不拎的那种 北京大男孩 是吗 我其实在演这个戏之前 我在去别的剧组 我遇到过一个问题 就我去面试的时候 什么都挺好 我觉得我应该合适这角色吧 结果到最后 那个都完了 那个导演偷偷地跟我说 你能说普通话吗 特别尴尬 我说的是普通话呀 所以来这期特别舒服 我可以说北京话 对 因为你就在胡同里 长大的孩子 突然说你发现没有 他有一特点说话的时候 就是这美梦 老洞 你自己都不觉得吧 我觉得咱们这期当中 这期老演员的戏 还量挺大的 听说奶奶就有 二百多场戏是吗 是 反正这个年龄吧 遇到这么个角色 戏又这么重 也挺难得的 我也挺幸运的 而且奶奶都没有带助理 而且就是很多夜戏 他都能坚持 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累 但是奶奶一直 跟我们一起坚持下去 我就特别佩服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的创作习惯 就有时到现场 会临时调整一下 根据场景 根据对手的反应 我们会调整一下词 但是奶奶会在之前 做很多功课 就按照剧本做功课 所以我们调整的词 再告诉奶奶说 重新在准备的时候 就会给奶奶造成 很大的这个压力 但是每次奶奶都说 没关系 没关系 给我几分钟 我马上就弄好 她马上再调整词 再去进入 奶奶这一点 特别的 特别佩服 对 奶奶的记性太好了 拿来看一遍 开始吧 我想接下来这个环节 我就要考考我们剧组的各位 尤其是我们的奶奶 对 我们这个互动的环节 就是要考考大家的记忆力 叫 小二请上菜 小二请上菜 互动规则 五位嘉宾 两两进行车轮战 每轮开始前 将有20秒时间 记住20个蒸笼下 对应食物 每轮两位小二 有30秒上菜时间 小二需同时翻开 两笼相同食物 记忆分 内主获胜 Lady Go 计时开始 最后发现 卓宗岩的记忆 跟鱼的记忆时间 差不多了 三 二 一 扣过来 两位在30秒之内 谁 正确率最高 这一轮 水就胜出 好吧 准备好了吗 聊会儿吗 还问 还问 计时 开始 西兰花 谢谢 谢谢 我去吃饭 草莓 草莓 对吗 必须得两个同时 下一个 下一个 香蕉 香蕉 不对 下一个 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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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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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什么 西瓜 西瓜 有了 西瓜 小龙虾 小龙虾 大龙虾吧 小龙虾 大龙虾 小龙虾 龙虾 对 对 樱桃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一秒 这一轮的结果是 涂松颜获胜 所以你被淘汰了 来来来 谁继续跟涂松颜来比拼一下 我 来 跟咱比拼 准备 开始 计时 小龙虾 我忘了 西瓜 汉宝宝 兔老师 你是什么 牛油果 牛油果 香蕉 一个 草莓 鱼 五 鱼 四 鱼 一个 三 二 一 停 好 这一轮才是涂松颜获胜 太牛了 好 那我们第三轮开始 准备 准备 汉堡包 来 请亮 OK 香蕉 西兰花 草莓 樱桃 照你这么上菜啊 客人都疯了 最后一个 汉堡泡 三十秒的时间 还是我们的杜松颜 再次获胜 太厉害了 毕竟一家之主啊 奶奶 奶奶加油 现在最后一轮 将要挑战的是我们戏里边 最厉害 最狠的角色 小龙虾 奶奶好厉害啊 汉堡包 鸡兰花 奶奶的气场 樱桃 奶奶太可爱了 看宝宝 香蕉 西南花蜜花蜜 草莓 橙子 小龙虾 橙子 所以这一轮最终将还是老了 我来给她打 奶奶 我帮你摆 对 我们来帮奶奶摆 大过年的咱们这菜上的也太凌乱了 接着咱们聊回这个戏里面 我就很好奇 你看黄曼带着自己的是两个孩子 然后图宋元这边也是两个孩子吗 是的 重组家庭 金元金宝 然后好像农村这边的家庭 还有个外缘 大农哥 就是我的两小无猜 跟着我一起来了 北京 我们俩得照顾这么多孩子 对 辛苦 各种孩子 能不有矛盾吗 我觉得印象中 图宋元演过好多人的爸爸了 是吧 你大概从多大年纪的时候 开始演爸爸了 这是一个特别严肃的话题 应该三十多岁可以吧 应该怎么着也养了将近八九年 有了十年没有的八九年的爸爸 然后我们现实生活中也知道 图宋元也是一个特别爱自己孩子的老爸 听说你特别爱在微博上经常发各种 跟儿子的这种日常 还有朋友圈 是吧 会带自己的宝宝 环游世界 是吗 图一乐他会潜水 会滑雪 你儿子叫图一乐 图一乐 这名字好 要孩子干嘛呀 推乐吗 长大以后他要问你的 是吧 爸爸你不能给我起个严肃点的名字吗 小时候叫着还挺好 这长得大了 怎么就没人尊重我了呢 而且我发现 图宋元不光是在微博上会喜欢晒和儿子的日常 更重要的是也很喜欢晒自己 我们有照片为证 来看一下 老搞这个侧颜纱是几个意思呢 为什么都是照侧颜呢 因为还是跟图一乐有关 就是要了宝宝之后吧 新款体胖 所以只能靠侧脸 对 所以侧脸还能看 所以基本就照着 这脸儿写脸小 对 写脸儿小了 我印象中黄曼以来演妈妈 是第一次吗 不是 不是 演了很多妈妈了 演过很多妈妈了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干嘛老让黄曼演妈妈呀 其实黄曼真正的 她的美和她的优势 在于她的这个体态 身材和她的舞姿 我其实对黄曼印象最深的 还不是电视剧啊 是你参加过一个舞蹈的节目里面 跳的那段舞 哇 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那个很专一 现场给我们做俩动作吧 不行 不行 让我们回问一下 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跳一个 真的不行 不跳一个 来一段 怎么跳啊 我都忘了 叉叉 这可能是叉叉 怎么着 怎么叉 叉你哪儿 好 再换年轻的来一个 换一个音乐 街舞的那种 街舞 跳的会很狂躁的 来一把 来一把 来一个 好帅 这纯属意外发现 这个好 你是从小练过吗 还是自己喜欢 我刚想到的 然后就来了 天才啊 不吹牛会死吗 不吹牛会死吗 这拍戏是不是 没看你露这手啊 有点我当年的风采 你当年玩过这个吗 我怎么不记得呢 挺好 加油 小伙子 不过要说到演最首戏 演爸 演妈 黄伴跟途风炎 我英雄应该是第一次搭档 是 我听说有场戏 还专门设计了 给你按摩是吗 刚开始拍的吧 刚开始按摩 第一篇 本来剧里头没有 没有那么暗 就坐着按 然后就把 那个裁缝台清干净 我啪到上面 为什么有了 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很多的时候 剧本提供给我们的是 一个平面的 文字的东西 很多我们演员 是在现场 根据环境 根据对手 会有一种调整 那这种调整 就是把这个角色 这段戏 立体起来的一个过程 我们当时看到 那个环境的时候 如果说两个人 只是坐在那儿 给你按摩摇 把词说了 没有问题 可以 但是不好看 如果说 我啪到那儿 他在说词的过程当中 根据词的节奏 摁你几下 给你点力量 我的那种反应是 就生动了 就生动了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它是能展现 我们两个人物 真正人物关系的 一个一场戏 所以整部戏里边 就是真的老给它 腰一直不好 没事就给它按摩 我就一次也没落着过 就一直是你照顾它 然后还得照顾老太太 对 然后还有四个孩子 是 而且关键这一大家人 尤其这孩子 性格迥异 不需要给一丁 找个家匠是哪儿 这儿就是一羽脚 你们怎么都坐下了 喝啊 从现在开始 我要追求你 欧锦秀 有少年 欧锦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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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今天哭不哭 你先走 你先走 你们俩一起走 我们俩好的 你做我女朋友吧 你烦不烦啊 你要嫌我烦 答应我不就完了 订一听 我男朋友 不想我给别人做家教 好锦秀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 你们还拿你们乡下 王八卿说事啊 你招的是什么急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好锦秀 不是说你没跟他在一起吗 你明知道我喜欢钉一钉 你天天缠着那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们俩就是合起伙来拿我当猴子耍 你真的跟他好了吗 来 干 从今儿开始 失恋者联盟正式成立 我今天所得到的一切 都是因为一个人 好锦秀 好锦秀 我还有句心里话想跟你说 我喜欢你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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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趴主要看了很多年轻人的感情故事 把我看得是头晕眼花 这里到底有几个人物关系 几段感情 几段啊 四脚练了 我 到处散花 你到底喜欢谁啊 就是大农喜欢我 我喜欢他 金元喜欢他 他可能也喜欢 其实我一直是喜欢好锦秀的 一开始咱们俩是死对头 对 其实互相看 一开始我我不喜欢他 对 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不是冤家不剧头 两个人欢喜冤家 因为一见面我们就是很尴尬 说多了就剧透了 对 能不能剧透一下 最终你到底选择了谁 不说 你真够皮的 我选择孤独终老 但是我觉得 郑嘉伦在戏里面 一出来那个感觉 好有韩剧 那个男主的范儿 就白白净净的 小单眼皮 是单眼皮吧 我那一双 单眼皮的男生 好有魅力啊 有点我当年的风子 来了 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女孩 就是你演的是锦绣 另外一个叫金元的 是你的女儿 对 大闺女 别说那演员选的 还挺像你的 眼睛那么大 打起来 你们两个是好朋友 对 但是因为感情上的事情 也会有一些误会 然后经常会有争吵 到最后其实成为了 特别好的闺蜜 其实呢 大家看啊 徐申东这一次在戏里演的是 一个从农村 就是跟着黄曼戏里面 这个家庭来到城里的 但生活中的这个徐申东 人家可是一个 周二八里的上海女孩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外形 给人的感觉还挺像 北方大妞的 这个剧组好像只有我一个 南方女孩 然后我演个山东人 结果我是个上海人 然后开始拍戏的时候 还让我学一些山东话 别叨叨 别叨叨 还好是大多数都是普通话 我生活中性格很糙 就是大大咧咧的那种 是吧 然后你在这里要演个 从山东农村来的这么一个女孩 就是做派和言谈举止上 肯定也会不一样吧 对 其实我没有住过炕 那个时候去农村拍戏 我们屋子里是炕 其实我没有睡过什么炕 我一开始是有点不太适应 不知道在炕上该怎么做 压得对 这么压得那么做 压得下面做 你那是北京小爷儿的坐姿 刚才我们看到 还有一场大雨的戏 你转而特别帅气地 高冷地去接了另外一个女孩 那又是几个意思呢 就是好朋友 你好像是听爷爷的话 还是听奶奶的话去接的吧 是你让我去接的 是吗 但是我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 不是真的下雨 是拿滋水车滋 然后那时候我还得开车 开到那个下雨的位置 我那个时候 刚拿到驾照没多久 结果现场给了我一个激补车 我是这样做 腿太长了是吗 不是他那个 我不知道是谁给我调的座位 和方向盘 方向盘卡到我膝盖 你可以调啊 我调不动啊 我调半天 你干不动的驾照 都不会调 对对 我就 然后脑袋顶着那个板 我要开到那个位置 我还看不见 大晚上的那雨滋的 我就 可以停了吗 我就偷偷地 在对讲机里说 停 然后我下车 还得非常帅气地 推门 出了那 打伞 打伞 就 过去 但是我内心其实 其实是 很崩溃 对 很崩溃的 所以说其实 丁一丁在里面 各种耍帅的背后 还是付出了很多辛苦 是 这背后的一幕 只有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才了解到 而且这个丁一丁不光耍帅 其实人家还是 有很多真本事的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 他会拳击 最后这一出来 我觉得隔着屏幕 这个味道都挺窜的 这样子工作人员都没穿鞋子 那个屋子又小 就味儿啊 就味儿吧 就拍吧 其实看我打的那样 现实任务中我不会打 我现穴子 就是你和大农两个人 还有谁在那个现场 我在 你也在 只不过我是陪着他们的 我是到最后 他们打得快差不多了 住手 我打得差不多了以后站那 住手 闻味儿的 刚才你给我们展示了 那个街舞啊 很帅气 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 展示一下 拳击的那种帅帅的感觉 然后我特别想 邀请我们的观众上来 跟你一起学一学 如果观众真有练过的 很厉害的 也可以跟他现场 比拼一下 有没有练过的 来来来 解气的 提神吧 谁愿意上来 你说哎呦那小伙子先举手了 来来来 你们是故意了吧 没有啊 我就随机选了一个观众啊 你说随和 那么可爱型呢 随和 可爱 这要是正规的这个打拳 我们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我们不能站在一起打的 您之前有接触过拳击吗 没有 他太好了 您的这个重量级是 两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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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练 你的体重是 我六十五公斤 一半 你们俩是直接上来就 KO一下 还是你先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觉得吧 我作为教学嘛 你先展示一下 既然是教学 我就非常认真地教给你们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对手 跑 跑 他说的对 他说的对 有两招 你首先这个气势 你就不能输给他 你已经输了好吧 首先拳击的这个姿势啊 就是两个手 保护住你的脸 脚呢 一脚前一脚后 出拳 来吧 他一点都不怕 天生就是爱笑 天生爱笑 好可爱 这个是在适当的时候 自我保护的方法 我们这观众还没出招呢 你这就已经这个样子了 这一环节你的展示 只能按纸老虎来论断了 刚才那个是热身 我还有更厉害的 是吗 就带来 来来来 拳击球 现在这个是我的强项 首先 把他帅气地带到头上 这个东西叫 boxing ball 就是拳击球 其实是练反应的一个东西 怎么使 你这老是一直在说 是这么玩的 我们这观众好温柔啊 周才猫在玩球球 我们这观众太温柔了 太可爱了 刚才那个是表演 这个才是实战 好 谢谢 谢谢我们这观众 谢谢专家伦 谢谢 我们介绍了 这家里不同角色的人 但是大家一定很关心的是 隐婚的这对夫妻 他们到底相处得如何 他们之间又发生了 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里面也是一波三折 妈 我真不知道 这么多年 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告诉你啊 把你东西都拿走 都拿走 我都给你扔了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难道 要人家指着鼻子 捏你走你才走吗 他年纪本身就大了 他身边不能离开人 金家对咱们有恩 咱们不能不报 你们俩这个婚姻 能维持到现在 不是因为你 是你们家老太太 离不开他吧 你阿姨那个小二 在学校通通没 让人给你演出来了 你咬 怎么还没回来呀 我今天回不去了 就有个应酬 人家实在是不放我走 必须得喝 你没吃饭呀 怎么一点劲都没有啊 要是没有爱情的婚姻 那不就等于樊木吗 你上什么班啊 你不嫌丢人哪在这儿 这日子如果你真不想过 你直说 你今天晚上 就想听我说这句话是吗 你也太着急了吧 好 明日早上九点 民政局门口 谁不许谁孙子 他一直帮我拉伸孩子 照顾老太太 其实 算是我委屈人家了 看完以后 我特别想说 涂松颜 你在戏里面这个角色 怎么这么讨厌呢 是吧 我觉得黄曼这个角色 太委屈了吧 干嘛呀 你喜欢他们的戏里 喜欢呀 应该是特别 喜欢他什么呀 你看他说的那些话 因为我一直在他们家做工 而且是 我觉得惠莲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懂得感恩 他知道恩情在哪里 他帮过你 他当然他收留了我 我出来打工的时候 是他们家 是美老太太他们家 一家人收留的我 才让我在他们家做工 然后才有后续的 这一系列的故事 所以他最感谢的 还是这个奶奶 是吧 他们家的每一个人 可能还要包括 他去世的妻子 妻子都会有 对 所以惠莲这个人 特别可爱的是 他一直怀着感恩的心 在这个家里面生活 照顾奶奶 照顾所有的人 但是后来怎么突然 一扑倒在沙发上 我觉得立刻这个 这个心情就是 一惊的那种感觉 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插曲 为什么 我的一个老同学 多年不见的老同学 回来创业 他可能对我有好感 那这个时候 他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要给到我一个高位 然后让我能有很多的 挣钱的机会 那么我觉得 我要把握住 他主动地向你表达了这个 对 我是被摁倒的 我说得自己那么无辜 人之常情 对 人之常情嘛 慧莲也理解 我觉得女人 对这个应该很敏感 你应该能是感知到 肯定是能感知到 她回来的晚 我这儿都有信息的 但是她身上 背的那些负债 也都是因为我 是我的孩子 包括我 她生病 要做手术 要几十万块钱 钱了一大笔钱 原油还是在你身上 对 所以你选择的 还是隐忍 我选择让她去选择 但是我觉得 女人是这样的 就是当你发现 外面有一些 复杂的情况 和变化的时候 给自身带来一些改变 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一个方法 慧莲在这个系里 有没有做一些调整 有啊 其实这一家人的人物 关系特别巧妙 她女儿特别向着我 是吗 那太好了 她女儿发现 她爸爸有苗头的时候 就过来提醒我 你不能整天 穿成这个样啊 你得化化妆啊 你导致导致自己啊 你看看人家都 导致的花痴着展的 然后有一天就 就导致了一下 是不是不好看 然后我觉得 周宗妍在里边 演的这个满堂 人家对你那么好 对一家老小 如此地照顾周全 你怎么就忘了初心呢 其实好像也没犯什么错 真的没有犯实质性的错 对 我们在设置 这个角色的时候 就是最开始就 我跟导演聊 我要把金满堂 这个人物设置 就是很多 很多座大山 可以压在他身上 但他会笑灭人生 即使是这样的话 他这个人物 也要有出口 就任何一个人 都要有出口 否则的话 他就疯了 他彻底崩溃了 有一场就是 剧本上提供 很简单的 金满堂 一个人忧郁地 坐在起跑点内 后来我觉得 你光是我坐在那儿 没有什么效应 就完全代表不了 这类人物 他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后来我就坐到 那个现场 我就想 这种事我能跟谁说呢 没人说 家里人也不可能去说 然后就突然看见 有一条流浪狗 就从那前面走过去了 我就跟导演说 导演这样 我跟他说 我跟那条狗说 导演说OK 所以有一场戏 就是一直在拍我 只拍我在哒哒哒说 但没有反应 跟谁说 最后一个镜头 扒切过来 是一条 特无辜的小狗 看着我 看着我 你唯一的听众 对 我觉得把这个人物 那种凄凉感 在这一场当中体现出来 然后回到家 又是一副 没问题 看我的 我能搞定 没事 这家我来撑撑 在看到他喜笑颜开的时候 可能更酸楚 这在我这儿都不是事 今天我来 是想请你出山的 我就是一小财富 你就别拿我头咳嗽 你要是同意的话 北京地区的总经理位置 我留给你 这个老同学久别重逢吧 这种关系 简直是太微妙了 我觉得金叔 去了那家公司以后 整个人都变了 据我们调查 我们公司现在涉嫌 无照经营 必须到工程局 办理相关的手续 不你们想往 分公司拖在一夜之间 人去镂空 咱俩现在就去派出所自首去 走 走 马上我求求你 我要是进去了 你也脱不了干系 今天有人上门打债 想要霸占我的房子 你回来干什么 咱俩现在已经不是一家人了 你何苦啊 你怎么这么傻呀 你为什么这么傻 我杀我杀我 是杰自己最傻的人 我看了最傻的人 就是离开你 离开这个家 从今天开始 这里将拉开新的篇章 让世界上更多的女性 像穿时装一样 来穿我们的中国旗袍 可以说 会连是我所有 创作灵感的源泉 我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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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望所归呀 真的看着人 就是暖暖的那种感觉 当然除了讨厌 涂松岩刚才那些表现 我相信你 看完全剧之后 你会对我有改观的 真的吗 会的 因为我非常期待 对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 有道理的是吧 那我跟观众朋友 一起来细细地看这部剧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特别让人感动 就是慧莲 就是慧莲选择 在她出了状况的 那时候回来 就还是有真爱的 是有的 她一定是有 也是有爱的 而且那个时候 我是认为 那个时候的金蛮糖 是最需要我的时候 就其实一直在关注着她 对 一直在关注她 所以才有了 后面最后看到 两个人同时走上了梯台 都能办自己的旗袍秀了 这旗袍主要是谁做的 她是金剪刀 就裁剪 版型这一块 展示你做服装 这一块的镜头 都非常少 有一些 其实生活中的图松颜 真的是多才多艺 今天因为马上 就是除夕大年夜了 所以她专门就是把她 这个深藏不露的 这个本事 在我们今天 据说很好看的现场 要作为礼物和祝福 送给大家 写几个字吧 写几个新春的祝福 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对 来来来 咱底墨伺候的 因为那个马上我们要过年了 所以我就给大家写几个字 家和万事兴 我觉得和睦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是特别重要的 对吧 奶奶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就献丑了 我们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要给所有同事朋友 一起拜个年好不好 好啊 对 我们一起给大家 拜年啦 再见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